近期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是连续呛声民进党 他先是讽刺蔡当局的亲美立场 之后又批评民进党一边喊台独一边和大陆做生意 说自己是最讨厌这种人 外界解读认为柯文哲之所以与绿营撕破脸 是因为看到了台独没有市场 他为了参加2020选举便要与绿营彻底决裂 据台媒报道 柯文哲日前表示 蔡英文当局的亲美立场就像一个强盗去抢银行 法官问强盗难道没看到旁边一堆警察 强盗说我只看到钱 这一比喻引发热议 绿营连番抨击柯文哲是所谓的太过于亲中 对此柯文哲21号受访时直接说 他最讨厌一边喊台独又要在大陆做生意的人 不要在台湾喊独立 要在大陆做生意我最讨厌这种人 柯文哲怒批民进党的言论 不止引来网友一片叫好 也被外界解读为是要和台独切割和绿营决裂 他大概也看清楚了台独是没有任何空间的 他的民调还能够有希望 所以他非常可能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两岸关系的态度 那就是两岸一家亲 分析认为柯文哲要对决蔡英文的强硬反中 就要在两岸议题上找出属于自己的定位 争取话语权 也透露出他要挑战2020的野心